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麥克大叔 今天來到這個阿布拉壽把新 位在台北市仁愛路四段的拉麵店 同時這一間店在網路上也是非常知名的店家 也是粉絲推薦的拉麵店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這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這個是他們的招牌 營業時間在這邊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這邊就有他們的Menu可以看一下 好像是以乾的拉麵為主 那這邊有這個注意事項要看一下 然後廚房內部不得攝影 所以剛有跟店長商量好 所以今天那個煮麵區就不會拍到 然後用餐區大概可以做 20個人吧 那今天我是想要嘗嘗看 它這個新版柑橘蛤蜊鹽味 那我們就請店長介紹一下這樣 那這個是他們的Menu 來自東京 不是湯拉麵也不是沾麵 是乾拉麵 可以看一下他們的介紹 那這個是菜單的部分 好那這個還有飯類的喔 好那這個還有飯類的喔 還有單點的部分喔 好那我就要點一個那個 你們現在有一個 限定版的柑橘蛤蜊 它是什麼口味是鹽味的嗎 雞白糖 哦雞白糖 那我那麵量想要選普通 那現在很忙 那店裡就是兩位工作人員喔 這樣 這樣 好那我要那個 就是你們那個柑橘蛤蜊 限定版的那一個 對 對對對 那它麵是有可以選擇嗎 還是不能選擇 那我燒硬的 那是不是麵量也可以選還是不能 哦這樣子 哦這樣子 了解 那這樣就好嗎 啊對 不過拉麵店好像蠻少看到師傅是女生這樣 那您是去 那您是去 那您是在東京學的嗎 還是 好吃 那目前在台灣只有這間店嗎 啊謝謝 好那店裡蠻特別的 這邊是冰水 但是那個熱水壺裡面裝的是湯 原本桌面上是有一塊板子 但是我發現 那個板子放我腳架放不下 所以我先把它暫時拿開 然後這個就是湯 好現在喝喝看 嗯 感覺這個湯頭就像是 昆布湯頭 像昆布 還蠻乾純的 因為老闆娘她沒有時間解釋 所以只能用拆的 湯頭類似就是 昆布加白蘿蔔吧 只能這樣拆 或者是單純是昆布這樣 蠻單純的味道 不錯 好雖然它裡面是沒有什麼料 但是這個湯就是還蠻順口的 蠻溫和的 那我覺得分數是80分 還不錯 好就是有這個 很有日本風的感覺 對 那桌上還有兩三種調味料可以自己加 好謝謝 那全這個吃法是 就正常這樣吃 那因為那個檸檬我們湯頭放久 湯會苦 所以我們會接一些老小子 如果有需要可以滴檸檬汁進去 這樣子 對 風味會比較不一樣 好的 謝謝請用 那這個拉麵就是很特別的 柑橘蛤蜊鹽味拉麵 這樣還蠻漂亮的 好那這個就是這個麵的正面 看起來還蠻 蠻驚人的量 那剛剛有講說要先把這個撈起來 好那麵旁邊就是有掛這個叉燒 好那這個好像是雞叉燒 麵的份量感覺上還蠻不錯的 好那現在吃吃看 既然網友這麼推薦的話 我想它應該是很好吃 好那先喝喝看湯頭 嗯好喝喔 它裡面就是有這個蛤蜊 跟這個柑橘的味道在裡面 所以是鮮甜又很清爽的感覺 就是有那個水果香 然後又蠻濃郁的喔 因為有這個雞湯 好那先吃吃看這個煮叉燒 感覺還蠻瘦的喔 偏瘦 很順口的感覺蠻溫和的喔 然後肉質偏瘦 感覺有點像是那種低溫烘焙的感覺 然後越嚼越甘甜這樣 有肉質的這個甜度出來喔 雖然這個老闆他沒有時間說明 好那這個應該是雞叉燒的部分喔 好那這個應該是雞叉燒的部分喔 好那試試看喔 雞肉的也好吃喔 雞肉它的這個肉味很濃 然後很甘甜 好那這個是麵的部分喔 好那這個是麵的部分喔 好因為我剛剛有講說這個麵要稍微硬一點喔 那看來是全對的喔 因為它這個麵是細麵喔 所以如果太軟爛的話會 口感就沒那麼好 好那麵比較硬一點的話喔 那吃起來這樣 在這個湯裡泡一下就剛剛好喔 所以建議是 就直接點麵硬 然後這樣口感會比較順口 嗯好吃 我現在開店才15分鐘喔 我現在一塊客滿 那這個湯頭跟這個麵很搭配喔 就整個湯頭很清爽又甘甜 很棒 我覺得很好吃喔 感覺上比較像是創新式的拉麵派流 感覺上喔 那就是海苔 那就是海苔 其實感覺 這樣擠應該也不好擠喔 最後再擠好了 然後現在剩一點肉跟這個麵還有湯喔 然後還有一些蛤蜊在裡面 它是很好吃的喔 然後蛤蜊在這邊這樣 我覺得蛤蜊的話就是 比較接近是提到調味的感覺喔 嗯 滿甘甜的喔 雖然小顆是小顆 嗯 這個老闆一定有自己親自去試過這個湯頭喔 因為整個味道很均衡 不會有哪個味道特別強喔 就是 海鮮的鮮味跟這個 柑橘的味道 還有這個雞湯的味道 這比例剛剛好 很均衡喔 沒有哪個味道特別突出 就是 融成一體的感覺喔 所以是很清新又爽口 好吃 好吃 好那可愛妹妹 你推薦的不錯喔 這一間麵的水準非常的高 好我覺得這個麵 雖然它200多塊喔 但是我覺得它分數是95分喔 很好吃 扣分是因為有點貴喔 好 假設它的定價是160的話 我就想要給滿分喔 就是因為貴了一點 很好吃喔 很推薦坤朋友來吃這樣 然後因為湯頭沒有雞湯 到現在還是很燙口喔 所以非常的完美 好那個麵大致上就是這樣喔 好那我然後借旁邊的客人拍一下 那這個就是乾拉麵喔 那可以先看一下的影片 也許我下次來吃 好那最後就是這一間店的名片喔 叫做這個 Aplasobar新專門店喔 地址在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28-6號 好那個人覺得他們的拉麵是非常好吃的喔 鹽味拉麵 那今天這個我吃的是限定版的喔 然後 非常的美味喔 它是水果香跟這個雞湯香 還有蛤蜊喔 海鮮的味道都很均衡這樣 然後湯頭非常的棒喔 然後跟這個麵非常的搭配 然後價錢算合理喔 雖然是貴了一些 但是非常美味 那就很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喔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喔 掰掰 謝謝 謝謝